新山水库的水竟然变成黄沉沉一片 水位跟下降到四周土石裸露 原来自来水公司正在进行 新山水库取水塔蓝湖炸工程 及输水管线漏水修复 希望强化水库蓄水功能 以因应七八月的枯水期 由于有民众担心水库水位降低 供水会受到影响 在四元洪生永及吴华家陪同下 立法人蔡世英特别到新山水库 现场关切施工进度 蔡世英肯定水公司防范于蔚蓝的做法 由于工程仅续一个月左右 加上现阶段东北季风影响 基隆河川流量丰沛 因此市民用水不受影响 在二月份这个月的过程当中 持续的会现在是滴水位的状况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水公司 在这部分做相关的工程施工 而这样的工程施工 就是为了因应七八月以后的 所谓的枯水期的过程当中 水库的有效使用 基隆市民的有效的保证供水 先做预先的准备 所以市民在这边也非常感谢 我们水公司在这个风水期的时候 有特别想到未来 新山水库的整体的工程的使用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先做这样的相关工程 而不是到了真正需要在七八月 大家在需求量很大的时候 再开始来做工程 那会造成我们相关市民用水的不足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大家可以放心 没有问题 自来水公司方面也再次强调 选择在风水期进行 就是为了避免影响民生用水 请市民放心 因为我们现在的是属于东北季风的部分 我们的巷雨量是非常充沛 所以说现在川流量 基隆河的川流量都很顺畅 而且充沛 我们基隆市现在全部都是用基隆河的河水 所以现在目前新山水库主要的功能是在 7月到9月 它枯水期的时候 去不够川流量不够的时候 来备用的使用 这也是新山水库建成蓄水后 首次将水位降得如此低 在水公司方面表示 等2月20号工程完工后 将逐渐恢复蓄水 预计到5月 新山水库就可以恢复正常水位 记者张旗潘 基隆报道